有链铛头,我是Lulu 之鱼哥哥,我是秋子 大家好,今天来到了10月10号的早上 嗯哼,今天10月10号是什么日子呢? 10月10号是台湾国庆日 OK,好,那住台湾的人就是国庆日快乐 但是在快乐的同时,我觉得川普他并不快乐 嗯哼,怎么说呢?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 11月份的时候是美国大选嘛 那11月份大选的时候呢 10月份通常都会有一个叫十月旌旗的 而这个十月旌旗呢 就刚好就打击到了这个川普 为什么打击到了川普? 原因是因为川普有一个录音档 是在2005年的时候录下来的 是他跟一位美国的一位主持人 在谈话的时候 就是我觉得是有人刻意录下来的 而那段录音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就是川普就是在跟这位主持人就说了 这个女人是很容易得到的 尤其是当你是明星的时候 我可以直接就是去亲她 然后尤其是那些有妇之夫 而这些言语呢 就是有着歧视女性 然后甚至于是性骚扰的言论 而让她就是不堪一击现在 而且除了就是说女人 其实她连她自己的女儿也有在说 然后就有记者就问她 就问她女儿是不是曾经有龙过胸 然后川普他就有回答说 没有啊 她有做的话那我一定会知道啊 那主持人就问她 那为什么她就是看起来就是更加的丰满了 然后川普就回答说 她一直都很性感很美啊 对啊 然后甚至那个主持人就是问她 那我可以把你的女儿作为理想性对象吗 她甚至说为何不可以 这是因为爸爸应该说的话吗 就是让人觉得 这个川普的言论又多了 又多了几个 是让人家觉得不可思议 不能被接受的 对吧 真的不能被接受 而且她也有在说啊 就是她曾经跟过一个三名的女生一起性交 同时间 对同时间 就撕批了吗 我相信这不是她第一次发生的这个事情 不过呢 川普是非常 可以说是非常重视这件事情的 就是这个录音党流传 为什么呢 就是她为了这件事情 总共道歉了两次 先是刚开始的时候 她就是发文 发 就是发文告说 就是 这个是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 然后后来 因为这个言论是一发不可收拾 就是大家纷纷就是 非常的愤怒 尤其是女性同胞 因为你看这么一个不尊重女性的一个领导人 I mean 你是进选领导人 当然我会觉得是非常的生气的 所以呢 这个川普呢 自己过后又再发了一个影片 然后内容是说 他就是说 人不是完美的 他开始放第一次自己的身段 他说 人不是完美的 呃 就是他会 他希望明天过后可以成为更好的他 我不知道美国的人民呢 可不可以去接受这个道歉 因为 这个是好像你是犯错了一个事情 然后你眼看 哎呦 我的 我的这个支持率越来越低了 然后才 呃 道歉 而且川普 他是为他的言论道歉 但是呢 他为什么就是 不是为自己 呃 性骚扰过女性道歉呢 因为 性骚扰 你要告他 他才会觉得那是性骚扰啊 那如果是言论的话 是大家都在讨论啊 如果一件事情 你没有被拿出来讨论 然后呃 那个 那个受害者 他也没有出来 告他的话 那不成罪啊 可是你就不觉得 这是自己错了啊 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 就是 我为我曾经说过这句话 因为造成困扰 所以道歉 但是呢 他并没有说 我是因为伤害这些女性 我对这些女性同胞感到道歉 他是为自己的言论道歉 而不是为女性同胞 性骚扰女性同胞而道歉 可是那个女性 他有没有出来说 就是他被川普性骚扰了 你要怎么出来说 他没有出来说 那就只可以 就是论为说是 你情我愿啊 在你看来可能那是性骚扰 但是可能 但是他没有走 他没有站出来说的话 那么就是说 他接受这一件事实啊 这一件事情啊 所以他就不需要为 他做过的事情道歉 他只为他说过的话道歉 因为他说过的话就会 他说过的话就是导致到人家 对他有意见啊 然后拿出来做言论啊 那你 那你本身就不用怀抱着 牵引之心吧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 但是呢 不过呢 现在这些共和党的人呢 开始就是纷纷跳槽了 这些巨头啊 也就是 呃 这个党之前的 这些领导人啊 等等的这些巨头呢 纷纷就是收回 呃 对川普支持性的言论 我就很好奇 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 川普可以竞选当总统 呃 当这个啊 对 总统 因为 你看川普这个人 说话这么不靠谱 川普说话不靠谱 而且呢 就是一直有这些 呃 比较极端性的言论 而支持川普 但是呢 也是有支持川普的人 虽然是比较极端性的 就是讨厌他的人 很讨厌 喜欢他的人 非常的喜欢 为什么共和党 会推这么一个人 去竞选总统 后来就有了一个答案 因为什么 因为川普有支持力 他所说的话是 大家有证音性 大家都会注意到他的 所以呢 他有支持力 所以共和党的人 不敢不去支持他 怕共和党的人 会输掉这一次大选 结果怎么了 结果现在呢 大家纷纷就是 呃 掉头 不再支持他 后悔了 他们已经做错决定 制选他为那个 总统 对啊 而且这共和党的 这些什么呃 元老啊 和副手啊 通通都不挺他 甚至就是有一位 元老级的人就说了 他说呃 身为两个宝贝 宝贝孙女儿的爷爷 我没有办法去支持 川普的这项言论 对 就是没有办法去支持 川普的这项言论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为了 女性同胞 你知道为什么 他们要这么说吗 为什么他们现在 大家纷纷都不去 支持他 因为如果你去支持他 你去帮川普 说话的话 你会流失很多 女性票 真的 对 而且很多的那些 女议员 女参议员 对不对 他们都 就是因为川普 这些言论 导致到他们 也不想要 就是投票给他 嗯 不过有一个 有一段还蛮妙的 就是这个 川普的夫人 就是马尼拉 马拉尼亚 他就说了 因为这段录影党 是在 呃 他跟川普 结婚几个月以后 录下来的 所以呢 他是被他的丈夫 他说他被他的丈夫 言论触怒 但是 马拉尼亚 也呼吁美国选民 接受川普道歉 并支持他 他是他老婆 他不可能不支持他 这个事情 你老公 你老公出轨了 出轨了 然后你还呼吁 大家说 请支持我老公 他知道错了 这个不太对吧 你 我给我的感觉就是 你身为一个女性 而且 还有一点 我觉得是非常妙 为什么我觉得非常妙 你知道川普 是如何攻击希拉里的吗 他攻击希拉里 说他帮他的老公 因为这个克林顿 也是有这个桃色纠纷 桃色绯闻的 他说克林顿 这个希拉里呢 是帮着克林顿的 就是帮他 隐埋这些 桃色绯闻 然后现在他自己的妻子 去跟大众说 请原谅我的老公 我老公 这个他 我非常的生气 但是大家请接受他的道歉 这个说法 跟希拉里有什么分别呢 就大家都一样大方 结果大家都是一样大方 对啊 但是呢 其实我还有一点 其实我们在这么 去评论一个人的时候 我想问一下 这些美国选民 你可以不可以接受一个 有桃色绯闻的领导人 为什么不可以 对 为什么不可以 你觉得这个 有桃色纠纷 桃色绯闻的领导人呢 会不会影响到 他在帮助这个国家的 这个管理这个国家政策呢 应该是两回事吧 因为一个就是 私底下的事情啊 然后一个是 工作上的事情啊 你觉得这个 私底下的事情 会不会研判他的 就是影响到他的 这些管理这个国家方式呢 你要知道 就是我们的之前的 我们之前的前卫生部长 才犀利 他也是因为这个 桃色绯闻 然后就是 自己的这个政治地位 也不保 就是一个这样 所以其实桃色绯闻 他看似就是一个 私底下的事情 但是呢 他会影响到你的政治 这个政坛 你为了政坛徒刑 所以为什么这个 而且因为这件事情 爆出来了以后 川普的支持力 大大下降 真的是大大下降 现在大家都是 选择 选择去 这个希拉里这一部分 就是选择去支持希拉里 不过呢 我其实很想看 就是如果美国 真的让川普 当选总统以后 川普会如何 去管理整个美国 我们还不知道 但是呢 应该是这两天 这个第二场辩论 就要开始了 我们拭目以待 这个第二场辩论吧 就要看到 请不吝点 Marcus